请用节 我们调和街转运站正式启用 新北市非都市计划区 周边还与地主产生纠纷造成拖延 不过今年6月陈博会举办时 调和街转运站列入交通输运计划 证明发挥转运效果 加上海客馆一年观光人数 从40万人大幅提升到220万人次 因此转运站在这个时间点启用 让林又昌直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我们在海客馆周边 做了非常多配套的一个建设 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个望海向的景观桥 以及从水晶酒所衔接进来的铁马驿道 还有包括现在整个朝靖公园的一个建设 朝靖湾的一个保育区的划设 甚至包括现在最夯的海客馆的这个探索馆 都受到民众的一个欢迎 所以在我上任的时候 调我们的海客馆一年的观光的一个人次 大概只有40万人左右 不过现在已经大幅提升到221万 那所以我刚刚在讲说 这个调和街转运站呢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现在完成刚好可以配合整个海客馆发展的一个使用 帮忙开过多场协调会的立法人蔡思英也认为 调和街转运站启用是完成海客馆区域发展的重要拼图 接下来他将针对沁阳原本计划新建水族馆的用地 检讨再利用 让海客园区成型以吸引新的产业进驻 庆阳海洋公司的那一块土地的案子 那目前这个案子正在法律的诉讼当中 我也再次的责成教育部 以及海科馆进驻把它处理完毕 那未来是因为就那个地方重新做检讨再利用 我希望让我们整个海科园区能够成型 那海科园区的成型除了寓教娱乐的科学用途之外 我希望未来在这个周遭也能够有相关的产业 能够跟着进驻进来 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祥的期许 位于东基隆的调和街转运站 不只解决观光油气需求 也能征批国道客运路线 提供通勤民众更便捷的交通服务 有客运公司想要在这边新批一条新的路线 活到客运路线 会连接着信义区然后到台北 毕竟我们全基隆的工作人口里面 有将近是11万人是在新北台北上班 所以像这样的通勤客运路线 对于东岸的基隆是迫切的需求 调和街转运站共设有 1052格小汽车停车位 及11席大客车停靠月台 还有一栋基本服务空间建筑 在金融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辟件完成后 改由金融市政府交通处接手委外营运 未来将透过交通指引排面 及CMS资讯发布 引导开车游客到转运站停放车辆后 在乘坐海洋科技博物馆的免费接驳车往返 以改善滨海公路及八楼子地区的停车 与道路拥塞问题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导